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照到什么好的照片和弟兄怎么分享 但是当我开车在路上走的时候 我真是感受到这个地方真很漂亮 当太阳西下的时候 我看到路上树 靴和房子在一起 这是神所造给我们的 让我们在enjoy其中 所以这次我们春节举会 我就用了这个诗篇中的一句话 This is a day God made for us to do it 这是我们上主日学的几张照片 其实我在这里呼吁一下弟兄姊妹 主日学其实对我们挺重要的 希望你们参加敬拜完以后 别积极黄黄就走 甚至要去参加主日学 其实每个带主日学的弟兄 其实花很多时间 我给几乎每一位带主日学的弟兄 都谈过 最后结论是他们收获更多 因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留下来上主日学 不是来我们主日崇拜 不是来好像大家在一起敬拜 其实上主日学也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 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姊妹能认识到上主日学的重要性 来让我们做祷告 我们在天上父母感谢赞美你 外面虽然寒冷 我们举在一起却有你的统战 我们要举在一起来敬拜你 因为这是你的呼召 这是你给的恩典 因为我们这帮罪人借着你 赌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 借着他的复活 我们今天可以被圣灵所充满的这种状态 来到你面前 我们一起张开口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你 主你就坐在那宝座上来接受我们的敬拜 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 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样 怀着这样的心 手节心轻地来到你面前 唱出我们的敬拜 感受到你的敬拜 经历到在敬拜过程中 你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那种安慰 卫生 医治 加力 以致让我们在其中 可以真正有那种平安 喜乐 和满足 主持求你零来充满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也运行在我们中间 也抵挡那些所有 干扰到我们听你话语的那些事例 那些状况 那些心情 以至于我们身心灵都沉浸在 都沉浸在你的 möglichst爱里面 主就求你保守我们 让我们不论在社会上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到你面前 主啊 你就给我们加添力量 帮助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从来彰显你福音的大能 我们就把一切荣耀赞美 都归给你主 我们祈求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今天我们的主体是在基督里 重新得利 其实我们作为信主的人 我们已经脱离了 这个世界的罪恶 世界世俗习惯 文化的捆绑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就是说我们圣经上讲 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又生活着在地上 那我们必须的坐在天上 有天上看地上这些事情的 这种眼光 这种胸怀 以至于真正让神的恩典 毫无保留的 可以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去的每一个地方 能够彰显得出来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定基督力 重新得利 结果反思了好久 这个题目合适不合适 但是的的确确经过好几年的 COVID新冠下来 弟兄姊妹 虽然在新冠里面 我发现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 没有几个受到真正影响 而且和神的关系更加亲密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读神的话 去摸想神的话 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说 在这构成里面 还是有些疲惫 被捐的还是有些 有些心理上各个方面 还是有些问题 虽然我们的生活方式 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和在新冠之前 有很大的不同 一般的活动 我们能不去就不去 都威缩在家里面 都躺在家里面 但愿就是说 真正我们明白 如何我们作为信主的人 作为神的儿女 如何回头看一看 再次焕发那种活力 在世上来见证神的恩典 神的福音 这是我们要反思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基督力重新得利 就成了我们今年的主体 我相信今年我们所有的活动 都会围绕这个主体来运作 每次活动 我也都会要求每一个活动 都有一个主体性质的东西 以至于我们办的所有的活动 不是为了活动而活动 真是因着神的恩典来敬拜神 我觉得讲福音书 我们肯定是能够在里面 重新得利的 你这句话读了以后 我相信能够引起我们的 来敬拜 真正的赞美神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里面 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得满足 当我们在基督里面 真正有喜乐 真正满足的时候 我相信 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在服侍人的时候 会有力量 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 于汉福音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第七章 所以第一句话 来了以后 这是以后 这是分享的 一阶到十五阶的大概 这我读了好多遍这个第七章 也思考了好久 这一章挺不好讲的 感谢主 感谢主 神给我感动 就是还是让我用交叉结构 来分析这段经文 这整个章的经文 因为其实他说来说去 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可以说是主体 就是人的不信 就是人的不信 不论对耶稣这个人 对耶稣做的事 对耶稣说的话 都有争论 都是绝大部分不相信 甚至听了以后还恨他 很恼怒的 甚至要 他怎么 还要想法 要抓他 要杀他 所以这次 这三章我会分赏个 内容来讲 一次是人不信 他的时候 和他是基督 这一点 我想让弟兄姊妹知道 从中能够真正是 能够得到感动 把我们自己 全然的线上 去为他做见证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 看看这十五节的经文 第一句就是说 这次以后 耶稣在加利利旅行 不愿在优大旅行 因为优太人 想要杀他 这个第七章一开始 就来讲一句 优太人要杀他 人在那个时代 一般来说 就是行政机构 或者政府来杀个人 很正常 但是作为这样一个 就是他是优太人 而在优太人的兄弟们 要杀他 这是很严重的 这个事情 接下来一段 就是其实他弟兄 他亲弟兄 也不是真正相信他 所以给他 有这样的对话 但是看到他 给他弟兄说的这句话 他不会受人摆布 就像还记不记得 耶稣做的第一个神迹 是在用什么 随便酒 对不对 当他妈妈讲 你看缺酒 他怎么回答他 当我们中文 和本 把他已经 已经温和化 反了 母亲 其实原文里面 反了挺重的 女人 我的手还没到 那 其实更多的就是说 人 对他说的事情 有争论 有疑惑 还有不幸的 那最后 他还是不惧危险 要去这个耶路撒冷 去宣教 去宣讲 他所带来的真理 今天我想这样分析 我想看 就说 世上有一股势力 想要杀他 这次以后 也书在加利利 游行 不愿在优太 游行 因为优太人 想要杀他 这个字 我觉得就翻的是 不愿在优太 应该翻到 优大 旅行 优大地 比较 好一些 其实 我们知道 这次以后 很有意思 在这次以后 就是 完完全全 相同的 这个字 在 约翰福音里面 出现了 七次 出现六次 就第一次 是在 第二章 就是 耶稣做过 第一个 随便 九的 神迹以后 这是 第二次 是在 第三章 以后 第三章 后面 就他 像 讲了这个 重生得救的 道理之后 就这次以后 然后 就是 第五六七 都是在 每章的开始 就讲 这次以后 但最后一章 是在十九节 他已经在 十字架上 所有事情都完成了 就是这次以后 时候到了 他就说 我磕了 然后就说 有人递给他 这个 酒水 他就 灵魂就被神 截去了 那我们 在这讲到的 这次以后 其实 你看到 七大 神迹 在这里 已经五个神迹 已经展现出来了 约翰福音里面 没有 没有写出来 多少神迹 他只是写出来了 七个神迹 再加上他 复活以后 另外一个 抓鱼的神迹 那 这些神迹以后 其实 耶稣在 加利利 不论是优大地 还是 还是其他 在那 那个 巴拉斯坦地 已经变得很有名 对不对 已经变得很有名 就是 喜欢他 喜欢他的钥匙 恨他的 恨他的钥匙 但中间很大 很多人都是不信的 议论纷纷 从这里面 我们具体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他 因为 这个 这个优太教 真是在 就是占主导地位的 还是在 优太 这个优大地 优太地区 那 我们知道 这个图 我觉得 就非常详细 他用不同的颜色 标出来 他不同的颜色 其实是 西律 去死以后 他三个儿子的分区 优太地 而后到撒玛利亚 到上面是 加利利 他 很多时间 他是在 加利利 因为他 家是在 加利利 所以他一般 都是在 加利利 只有在 就是 大节日的时候 他才去 耶路撒冷 就是 为什么 他们要杀他 还有很多理由 对不对 他违背了律法 他 亵渎神 但真正的原因 是什么 他们 嫉妒他 因为他 讲的话 让人听起来 更加有权柄 而且 做了很多神 及歧视 很有大能 做了他们 法利塞人 做不到的事情 很有魅力 他走到哪里 都有很多人 跟着他 当然 作为当时 犹太人 在犹太人的 这些领袖 当然很 很嫉妒 要杀他 那他 堂皇的理由 表面的理由 就违背了律法 他亵渎了神 其实想象我们 我们很多场合 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如果别人 干涉了我们的利益 我们总要去 找个理由 去反对别人 但你不会把你内心 那一块说出来 你总会找到一个 我们可以拿到桌面上的理由 去反对 但是呢 所以我们要看看 就是我们做 当我们说 什么事情 是或者不是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看看 我们的内心 想一想神 这句话 这些事 是神让我们去做的 这些话 这些事 对待起神 是能够荣耀 神的过度 还是最终 荣耀了自己 要不然 我们就中了 撒旦魔鬼的诡计 有很多时候 我们看的是好的 或者看的是不好的 其实是 魔鬼在后面 激动我们去发火 去说出来一些 不当说的话 不当做的事 另一方面 第二 就是说 很多人不信他 当时犹太人的 祝捧接近了 祝捧接是 就是 以色列人的 三大接日之一 第一个是 预约接 一个祝捧接 一个无寻接 而且它代表的意义 我们知道 有很大的不同 犹太人很有意思 犹太人把那个 三个接日 预约接 你知道预约接 他们读什么吗 预约接 当然他们这三个接日 他们都要读 摩西五经 但是在读 摩西五经之前 先读什么 雅各 雅各书的诗歌 歌中子歌 Song of Sons 他把预约接 看成是一个 就是神和心夫 相聚的日子 认夫的日子 其实从我们今天来 所以是预约接 其实是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让我们恢复 和父神的关系 我们这些人 就成了基督的心夫 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 一到六章 主要在讲 其实耶稣基督 在预约接 在耶路撒冷 所做的事工 接下来就是 祝捧接 当然接下来 按时间推是五旬接 但是如果爱约翰福音 他这样编排 很容易使七接到十一接 其实在讲祝捧接 主要是在讲祝捧接 祝捧接是什么 是以色列人 在旷野 出了埃及以后 在旷野待到四十年 在这里他要讲明什么 当然这个节日是纪念他们 在四十年里面的辛苦 但是他的神 属灵上来说 就在这四十年 虽然很辛苦 但是神的帐幕 却在他们中间 神和他们一起辛苦 神带着他们 保守着他们 让在四十年 在旷野里得到训练 从一群非常 懒散的一两百万人 然后训练成能够尽 神应许子弟的 神的士兵 所以今天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祝捧接也是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与我们同祝的日子 祝捧接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 就是成圣阶段 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困难 但是神却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去 在困难里面经历到神 让我们和这个世界有分别 当然在这里 才讲的 他们一定要读的 就先读的是传道书 因为传道书 就是说虚空虚空 你看的事情 你要看事情 要看人 看的环境 全是虚空 如果没有神的话 你不论你做事 好事做坏事 最后结局是一样的 都是死亡 但是作为我们信主的人来 因为有了神 所以这些虚空就有了实际的意义 那五训节 是说预备好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献上 可以献上自己的一个节日 那祝宝节 刚才一一我就讲了 时间 犹太利今年 今年是5784年 是在他的7月15号 你看 逾越节也是在1月15号 对不对 他们1月15号 而犹太利的这个 这个祝宝节 是在7月15号 如果按公历算的话 就应该在10月的16号 是星期三 他们推算 有人说 他们说 犹太利的 为什么是5784年 说创造 神的创造 我相信他这个时间 是有些不完全准确 他会用四样这个 这个树枝字 来装饰他这个棚子 当然这个四个 四样的这个树枝 是代表有含义的 一种是带有香气的 一种是带有味道的 就是你要用嘴角 它是有味道的 一种香气的 所以他代表了一种 就是说 知道神的话 但是活不出来 就是如果有香气 就代表能活出来 如果带有味道 就是知道神的话 所以这个 犹太人很聪明的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有树林的含义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看一些 对我们 我觉得是一个 很大的激励 他要读的书是 传道书 首先读传道书 而后再读摩西五经 所以祝鹏街 对犹太人很重要 对今天 其实我们作为神的 儿女来说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不一定说 纪念那个日子 要去 也去像犹太人似的 去住在外边 几天或者一天 但是你要知道 祝鹏街 对我们 属神的儿女来说 在苏林上 有很大的 很大的意义 那接下来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 你离开这里 上优大去吧 犹太去吧 叫你的门徒 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人要 咸阳名声 没有在暗处行事的 你如果行这事 就当将自己 咸明给世人看 因为连他弟兄 说这话 也因为不信 就刚才提到 就是在水变酒的 那个婚宴上 就是耶稣 对他母亲 也毫不客气 我的手没有到 这不关你的事 你说从我们人的 角度来说 耶稣的弟兄 对他说 他是不是为了他好 对不对 你看你多有能力 你喜欢那么多歧视 还有这么多要 跟着你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祝蓬街 是很多犹太人 都要去耶路撒冷的 你要去 去 再行出来神迹奇事 再让更多的人相信你 你不就变得 越来越有名 你变得 越来越厉害 你将来做王 自然的就做王了 对不对 其实有很多时候 作为我们人 我们想象 当我们不相信 一个人的时候 总会把别人所做的事情 往坏处去解读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 尤其是我们华人 因为我们 就是害人子心 没有 对不 不可以有 但是防人子心 肯定是要有的 但是就是我们 有心帮助一个人 我们 因为我们不理解对方 不知道心里怎么 别人怎么想的 我们就会按照 我们自己的心意 去做的 我们觉得自己是好的 其实这一点 尤其是在我们 教养我们的儿女的时候 特别特别要小心的 你要想教育你的孩子 尤其像teenager 他已经指导这样 你第一 你要摸清 指导你的孩子的 秉性是什么 要不然 你越爱他 你对他 这个枷锁 对他来说 上得越紧 他到时候 离你越远 其实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我们不要完全 trust一个人 我们真正信任的是基督 我们统公同样的 我们如果在神里面 神带我们去做的 神带我们去统公的 这个trust其实要靠 统公之间 长时间的积累 但我们的真正的 依靠那个心是谁 是基督 不是人 我不是说 你不要trust我们的弟兄姊妹 不要trust你的 这个家庭的另外一半 这个是在你生活里面 是要长时间的去磨合 你做事情 他老靠不老靠 他可靠不靠 其实我们的真正的 最终的满足点 是在基督身上 不是在人的身上 就是统公之间 要透过长时间的 这种磨合 这种统公 你才真正知道 一个人的做事的方式 习惯 他不一定说那种坏 而是你的 他的思维模式 他的做事的方式 和你不一样 不要把它 就推到反面去 从坏处去别人解读 从坏处去想别人 这样得到的结果 就会更糟糕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服事 第一真正是 带领我们去服事的 真正能够在里面 有喜乐 有平安的根据 是耶稣基督 所以弟兄姊妹们 对你白眼一下 好像说的怪话 说的什么话 这很正常 他要能够你说一句好话 感谢主 那是恩典 更何况你走到社会里面去 所以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要充分能够认识到自己 我们真是如果拿什么吃子 先量自己 然后再去量别人 你就会能够体会到这 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我们世上人 做事的黄金规则 就是能力全是金钱 对不对 在美国 都是在暗藏的更深一点 或者说已经 已经公开化 或者已经政策化了 已经就不叫犯罪了 但是在国内那种情况 中国大陆那种情况 你会看得很清楚 只要你有能力 你可以翻转 你的环境 你只要全是 你只要在那个位置上 你有全是 那你可以拿很多钱 拿着你甚至 人家不是算算上次 我记得 那个那个 梁长老在那讲的时候 给他算一算 他可以用到 好几千万倍子都用不完 那你有钱的话 你在国内那种环境里面 你可以有钱能买 是吗 鬼推磨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 作为基督徒 如果还把这些东西 看成是第一位 做事的原则的话 我们就会坠入世界 这个世俗里面 我们就会立神越来越远 所以我们要警体 我们要警体 而神儿女做事的规则是什么 天是地利任何 首先我们就要去寻求神 是不是神执意 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时间 是不是用了神的方式 如果神要做什么事情 虽然那个环境 好像是很不好 就像保罗在伊福所说的那句话 伊福所那个时候说的一句话 福音大门已经给我打开 但是虽然有很多反对的 抵抗我的 但是我愿意尊重神的命令 在伊福所多待一段时间 去传更多的福音 所以天是对于我们来说 很重要 他的地利 地利意思不是说 为了自己我的feeling好 而是地利是要能够 能够成就神心意的 能够成就神旨意的 保罗在第三次旅行步道 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蛮可以不回耶路撒冷的 对不对 他退一步回去了 回去可以回到他的母会 他的母会是哪里 安提阿 对不对 在他里人人都恭维他 但他却跑到了耶路撒冷 他明明知道 而且很多在回去的路上 很多先知性的人物都告诉他 把皮带给他捆绑起来 对不对 你要进耶路撒冷你会哪呀 但是他留了一个祷告 你们别再说这事了 你们说这只能引起我心上的烦恼 苦痛 但是那是神带我去的 我一定要去 人和指的是什么 人和就是说我们在死的时候 我们有一帮忠心 富士神的同工 那不仅是你好我好的问题 而是我们在一起 能够成就神旨意的同工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作为基督徒和世人的 思维方模式和 富士的模式成就的目的 各方面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基督里面 就是说我们说 我们一提就是福音是什么 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我们死了 对不对 三天要复活 他为什么死 他代替我们死 但是我们要在生命出来 生命里面活出我们的死 就是跳出世俗的文化 世俗的所谓的规则 世俗的这种势力 指上 真正进入神的恩典里面 只有我们活着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去把人从这个世界里面吸引出来 第三次很多人也在寻求他 正在接去 犹太人寻找耶稣 说他在哪里 他们已经上习惯了 对不对 因为耶稣每当节假日的时候才进 大节日的时候才进耶路撒冷 那他们这个祝捧街 好像有一种期待 好像要去听 好像去看看热闹 他们也在寻求他 其实内心在讲什么 我们世上的人都需要耶稣 不论他官位多高多低 不论他有多少金钱 不论他有多大权势 所以内心越是这些人 他内心越是空虚 我们之所以他在我们面前表现得非常高傲 是因为他觉得他不高傲一些 他嫌不住他的存在 那众人为他纷纷议论 有的说他是好人 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 只是没有人明明地讲论他 因为怕犹太人 到了街期 耶稣上店里去教训人 犹太人就气气说 这个人没有学过 怎么明白书呢 其实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就是说 之所以我们世间有这么多宗教 有这么多偶像 是他们心里有一块 自己怎么努力也得不到 也不能填满 那要用我们人的这种思想模式 干什么 只有找到的最后是什么 是假的 那只有找一个宗教 躺在那个宗教里面 好像他的很多问题 就可以解决了 找一个偶像 我有方向感 这不就是我们在世上 现在要做的吗 所以今天我们要意识到 就是我们出去传福音 不论是他什么样的人 不论他的社会上的地位如何 我们都要给他传福音 只要有机会 而且我们时时常常地去向神 祈求祷告 神啊 求你给我机会 让我能够去 给你讲 你的福音 那 神设立 接甲日的这个 这个目的 特别是在 对以色列人来讲 设立接甲日 其实是很有目的 很像玉约节 就是让他纪念 那个高阳的宝靴的 那 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是将来 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他们的靴 也是为他们留的 让他们盼望着 耶稣基督的 再来的 他们 在这些 接日里面 神一个很大的目的 就是让他们意识到 神为他们做的 让他们归回神 那 祝捧节 其实就要彰显 神要与人统战 神与人统战 既然他设了这个接日 不仅仅 他走到我们中间 他让我们也 人也去享受感恩 去献祭 去经历 去敬拜神 让我们在其中 能够真正感受到 神的恩典 从这个经拜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世界 世上的人 有不同的分类 对不对 信仰基督的 到教会来 那 拜佛的呢 就到佛堂去 不是 穆斯林他就到 他那个 带约牙型的 他们的 他们的 tempo里面去 所以 我们今天 对我们 已经信神的来说 一定要 除掉 偶像 真实进入 和神的那种 亲密关系里面 来享受 神的统战 而且 享受神的统战 其实 他在外在的 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 是如何经历得到的 是弟兄姊妹之间的 这种彼此相爱 如果我们到教会来 乱招招的 你批评我 我批评你 你指的这个 你指的那个 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其实 我们就 失去了 我们在一起来 敬拜神的一个 很大的 条件 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很必要的条件 所以 在我们 在一起来 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谦卑 怀着去 服侍神 服侍弟兄姊妹的心 要有亏欠 亏欠神的服侍 对不对 保罗说 你们要以 爱来作为亏欠 我们才在一起 真正地能够 彼此相爱 才在一起 才真正地和睦 我们 我们先讲 就是说在一个 拒绝基督的环境里面 我们人 这就是这个 很好的土话 对不对 众人 私下里面 纷纷一论 有的人他是好人 有的人不然 他是迷惑人 反正说什么都有 但是呢 因为那个 政治正确的问题 所以 他们就不敢 明明地讲论他 因为他怕一个什么 当权者 因为当时他们怕犹太人 国内怕 当权者 对不对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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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 我们 基督徒 今天在美国 这个社会 我们也要学着 好像讲 政治正确的话 很遗憾 但是我们能不能真是 真正去讲 我们耶稣基督 传讲耶稣基督 宣告世界的罪恶 这其实对我们 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我们 话说呢 对于我们这些 信主的人来说 要到教会来寻找 真正真理的人 救恩的人来说 你到教会去找什么 难道就是 他是好人 教会里都是好人 是 好像都是好人 但是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知道 我们曾经也是罪人 对不对 我们今天从肉体上来说 我们还有犯罪的地方 但是 我们怎么能够 在基督里变成好人 这是我们要 真正在生活里火出来的 生命里火出来的 所以今天 从五中角道理上来讲 我们说 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是寻找 所谓的好人 而是寻找耶稣基督 你寻找到了 耶稣基督 你也可以在 变成在基督里 也可以成为一个好人 我们到教会来 不是为了行善事 而是为了寻找基督 但是你若在基督里面 你必定会行善事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 我们行善事 是在基督里面 你要说 行善事 回自己 我想最好 别做 因为你越做 你傲气越大 你越做 你会觉得 你自己了不起 你那个行为 你就会伤害到别人 你再和其他弟兄姊妹 你就会伤害到 其他弟兄姊妹 你不能讲 神为我有什么样的恩典 所以我就可以 怎么怎么样 但愿我们在 在其中 要真正体会到 神给我们恩典的目的 祂是要生命里面更新 我们会变得更加谦卑 会更加体贴 体会 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因为没有信主的人 他去抵抗神 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 其实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 我们赞美什么 不会的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怜悯人的心 我们才能够 真正能够让那些福音朋友 能够看到 就是我们的爱是出于真心的 而且在弟兄姊妹彼此复事的同样 也是这样的 神给我恩典 是让我变得更加谦卑 能够更加体会到 弟兄姊妹的难处的 你只有这样 弟兄姊妹这种关系 才真是彼此建造的关系 而不是一种瑕疵的关系 很多人在寻求他 那在这个阶级里面 想到了 后来说 看到了 听到了 耶稣的教训 看到了 耶稣所行的神迹 其实他们思想上 也有弥赛亚这种概念 但是 世人却说 看到他却不认识他 听到他却不明白 这就是我们 不认识神的一个状况 必然的结果 但这里面就有一个矛盾 不认识他 你就不会信他 对不对 你要不信他 又不能认识他 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对吧 那我们 信神的时候 你说你认识的 你真正认识 耶稣基督 你才相信 耶稣基督吗 或者说 你 我不信 我怎么能认识他 我们会想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 因为我们是人 他是神 他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只能看到表面 人性的一面 我们想不到 灵性的一面去 就这里面 真正能够让我们 信他的是 三位一体的神 是圣灵的工作 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为什么 我们有很多人 很理性的人 他知识上相信 但是他内心里面 真正不一定 相信 他可以把圣经 神的复活和 神的在实际上 死和复活 基督的在实际上 死和复活 看中一个道理 甚至看中一个真理 但是真正事情 赚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他会完全还会 按照肉体的一套形式 为什么 就是我们在内心里面 不一定真正的相信 在生命里面 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 相信耶稣基督 任耶稣基督 做人物 个人救主 不是我们个人的 一个仅仅的理性的 和感性的决定 而是完全是 圣灵的工作 让我们谦卑 那种程度 你就不得不信 你就不得不承认 他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神 最后一个我想分享 就是他不具危险 不放弃 要到中间 人的中间去 他先讲了 世间恨他 然后他说 你们上去 你们方便 但最后他也去 但他不是明的去的 而是要有暗的去的 这就显示 就是耶稣基督 他要去参加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节日 因为这个 祝鹏节 玉岳节 和七七 七七节 这个节日 是他们 必须要去耶路撒冷 去敬拜 先祭的日子 他是 犹太人 对吧 他必须要遵行 神的律法 他肯定会去 我想世界为什么恨他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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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后会专门讲一次 我的时候 所带给我们在生命里面的意义 你们的时候尝试方便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五居五书 对不对 他们想做什么事 就做什么事 说这个传统节日 他可以早去一天 晚去一天 都没问题 他早去一天是吗 因为耶路撒冷比较 还是比较繁华一点的地方 他们可以去享乐 他们可以做什么事 但是人不能恨你们 却是恨我 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 是恶的 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 要特别小心的 好像今天我们要涌入这个世界 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能够涌入这个世界 而且我呼吁我们 也别受这个世界的影响 保罗说我要向什么人传福音 我要向他的意思 不是说他去整天在寻酒 你也去寻酒 对不对 你可以陪着他喝两杯 但你不能寻酒 对不对 他吸毒 你也说我变成赌贩子 我才能去把一个赌贩子救出来 不是那回事 我们有一个小弟兄 真是这样做的 他信了主 结果他那朋友 很好的朋友 因为他原来都是哥们 他要陪着他喝 两个人喝得醉醺醺的 说我们以后别喝了吧 这醉醺多舒服啊 但他自己出来了 他经过半年的努力 他还是没把他的哥们给救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在社会上 我们之所以教会能吸引人 是因为我们能够指出这个世界的罪恶 而且我们不去在罪恶里面活着 所以我们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要旗帜宣明的 旗帜宣明 如果教会去讲一些整天 你好我好 怎么在世上过得好 怎么在世上出名 那我们的教会就会变成一个social club 所以但愿我们认识到这一点 当我们真是在遇到政治上的 纷争的时候 政治正确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很鲜明的立场 你不论你是在左 你选左还选右 都要问神 这是神要我去做的 我能不能透过我的行为 可以给别人 能够有一个基督的见证 你们上去过节吧 我现在不上去过着节 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耶稣说了这话 人就住在家里 他给他的弟兄讲的 他的亲弟兄都反对他 都不相信他是弥赛亚 只不他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他们将来可能还能跟着张光呢 对不对 但是耶稣对他们也毫不客气 你们去你们的 你们不关我的事 我想当我们一个人 要去干涉到神做事的时候 我想我们最后都是会 乐一个比青连肿的局面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 今天同样的在很多机会 甚至就包括美国这个社会里面 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学校的教授们 好像都不能够公开地去讲 在讲台上都不能公开讲自己的信仰 其实我们今天 就是在这样的西方社会里面 同样你传福音是不受欢迎的 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报告说 现在我们的中学生 一个什么organization 可以要求穆斯林 要求佛教的一些 可以到校园去讲 你说我要求一个基督徒去讲 问一问怎么回事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西方的所谓的人性化 这种理性化以后 基督信仰也藏了他们的公开的 他们好像敌人般的这种信仰 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公义 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觉得 神可以做我的工具 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我们就不是基督徒 我们就是盗贼 所以我们今天真正在世界里面 要指出这个社会的恶 更加更明确的 我们不要活在各种各样的 事实上罪恶之中 神做事和世人不一样 他不会受世界所控制的 我们不要与这个世界同流合物 我不希望我们在外边的方式方法 拿到教会来用 你觉得你证明是有很多证明觉得 啊事情很好的 其实我们要想一想 会给教会长期的带来会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真是在基督里面 以爱为连接 在圣灵的保守指下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彼此建造 可以在一起服事 另外我们一定要做事 一定要按照神的时间方式方法 来做 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 反省我们自己 如果按照世俗这一套 我们最终的效果不会很好 而且会在教会里面 引起很多分裂 那最后他的弟兄上去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 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他不希望把人的这种 情感的东西拉进来 其实在旧约里我们可以看到 像亚伯拉罕当神 应许亚伯拉罕有儿女的时候 他看看自己这么老了 他自己夫人也这么老了 怎么能够还能生孩子 那他夫人就给他一个什么 哎呀 还有年轻的 前给你当二房 结果又送出来一个什么 伊斯玛丽 现在还在闹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好像做什么事 当时做得挺好的 能满足我们的肉体 能满足我们的心里的一些需要 但是会给我们长远 甚至在我们永恒里面 会带给我们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他不具危险 他只到犹太人会要杀他 但是在祝鹏街的时候 他照样要到耶路撒冷去传扬 他是密赛亚这个要救恩的信息 你可以看到很多宣教士 走向福音工厂 他们在那围族献身 所寻到的不少不少的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榜样 但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也许人就是要让你呼召到 另外一个国度去文化之中 去献上自己的 今天其实他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走出自己的安乐国 献上自己的精力 时间 金钱去服侍人的 我们不要怕这个世界 当然我们要小心 就是说要在圣灵的保守和待灵之下 我们指导我们再去做什么 我们要指导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 是因着神的呼召 是为神而做的 不要我们想去做什么 而是神要我们去做什么 今天我们就一方面 在世界活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知道 人人都需要神 我们作为基督徒更加需要神 没有神的统在 我们就没办法去见证神 人人都有一个寻求真理的心 我们那些福音朋友 他们之所以没有来寻求 因为他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去通过育工 通过沟通关系的方式 能够给他谈心 让他感受到他寻求的那个真理 就是耶稣基督 这也是我们要有知识的地方 我们也要看到 很多人在世俗三观里面 疑惑或者不信 这个世界其实大多是最后是不信神的 最后这个世界是没有盼望的 如果这个世界有平安 拿来平平和和的 想想和和的 他就不会来寻求神 这不是我们人的本性吗 我们星期五有小弟兄在那分享了 说自己顺利的时候 反正想见神是想少一些 困难的时候想见神多一点 这是我们人的本性 所以我们要很正确地去看待 我们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其实很多问题很多困难 是神在提醒我们 我们要把我们的神放在第一位 这也就是有一部分人说 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我自己体会也是这样的 体会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说 哪一时刻 让我和神当当的关系好像最亲近 有两个情况 一个情况是 我堵牢某一句话 被圣灵所充满 感动的就是流眼泪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为的肉体上的例子就是 师母在ICU里面 医生告诉说 你只有仰望天吧 那个时刻 就是我们人就这样脆弱 所以我单愿我们每一个人活在生命里面 真的能够把神放在我们的第一位 而我们要真实有耶稣经济的不畏权 是要与人同处 就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要走到人中去传扬神福音的勇气和胆量 让我们祷告 我们在天上父母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三天后为我们复活 今天你就坐在那宝座上 今天我们要背着十字架 言望的耶稣基督 主让我们有这股勇气 有这股胆量 在世上能够活出你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也有更加谦卑 爱人自信 去联系人 去传讲你的福音 我们就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主 我们祈求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